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爱迪先生 那最近啊 大家很流行去露营 那露营的话 总是希望自己来煮一些东西 那就用到菜刀 那菜刀的话 大家可能会准备 但是有时候录影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锯子 因为你要生火的话 砍砍树啊什么树枝啊 锯一锯生个营火是非常好的 那万一你这个菜刀炖的话 我们可以顺便带一个磨刀神器 那这种磨刀神器的话 特别适合旅行啊外出使用 因为它很轻又不会摔破 那大家说嘛公寓上期是必先利息器 因为你在做饭做菜的时候 刀子炖了我们就随时可以磨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磨刀神器有400目还有1000目 那当然400目的话先做初步的打磨 初步的打磨 然后再转过来这1000目 做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打磨 今天都会很功利 这在之前的影片有介绍过 但是呢万一你没有带到菜刀的时候 你手边只有一只锯子 你该怎么办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刚好也是锯子 事实上我们也是可以透过这个金钢砂的这个磨刀石 来将它磨成一把菜刀 那为什么它可以来当菜刀使用 大家都知道锯子这是相当锋利 才可以锯这个树木 所以它的钢的材质是非常好的 我们只要将这个背面稍微做一个打磨 就可以来当刀具使用了 我们开始来做 那当然你可以先用这个400目的 先将它磨力 那你这只刀子的话 你不用全部磨 这样太危险 我们只要磨前端 可以供我们辅助使用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刀刃 已经有点锋利了 有没有看到这两边 亮亮的 大概磨了10公分左右 那磨的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宽转另外一面 那这边也要沾点水 再把它磨得更利一点 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来试切看看 那我准备的这个红萝卜还有茄子 大家都知道这是最难切的东西 尤其是茄子 我们先来切红萝卜好了 切看看 切薄片是没问题 有没有看到 那我们再来切更难下手的茄子 这除非刀子很利不然你是切不下去的 哇 你看 多可怕 利成这个样子 这个比美工刀都还利 有没有看到 你在家里你的菜刀恐怕也没办法 把茄子切成这种等级 有没有看到 那今天 为各位示范如何 将你的锯子改变成有多功能的菜刀 那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这个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